桃园龟山区的回龙砂石厂在清晨呢 经常有计程车问讲经过时结果被火埋的意外 这是因为侧墙整个倒了下来 当时厂房的铁皮墙面因为附和不了内部砂石的重量 就硬身倒塌 结果大量的砂石呢冲破了铁皮 瞬间倾泻在车道上 而当时有一辆刚好经过的计程车就被砂石淹没 司机当场遭到火埋 锦销将人救出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而释发之后老检处也前往调查 结果发现业者没有确实地保持建筑结构的稳固 除了裁罚30万元 纯案也将依业务故事致死罪来侦办 清晨时分砂石厂侧边挡土墙突然向外硬身坍塌 里头大量砂石冲破铁皮倾泻而出 下一秒后方有台计程车刚好经过 司机看到摊方已经刹车不及 整台车当场遭国埋 正中砂石淹没车辆把车顶全都压扁 锦销联手重机械业者积极抢救 但碍于摊方土石过多 从天黑救到天亮才终于接触到司机 只是人已经回天乏术 我们总共出动酒车22人的战地前往救灾 计程车上的人员已在6点37分的时候 已经救出 那伤害状况呢 目前目视已经死了 家属接获二号痛苦失声 怎么也没想到哥哥每天跑夜班到新北载客 这回竟然遇上死结 12号进城4点56岁戴姓小黄驾驶 从桃园往回龙方向行驶 请今回龙沙石厂却不幸遇上铁皮钢骨 疑似不堪沙石重量突然崩塌 常见沙石及强体也失去支撑点 向外溢出让戴姓司机命丧皇权 家属不满业者没道歉也没给个交代 倒是老检处先来调查 离经意外的责任归属 因为建筑的墙面未能确保其稳固 造成了墙面及土石的一个崩塌 那现场确实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相关法令 老检处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40条 规定处最高罚款30万 以对于现场发生灾害的部分 予以立即停工处分 根据了解沙石厂长治 先前曾多次违反相关水土保持法令 遭到裁罚这回又传公安意外 让一个圆满家庭破碎 全案也将依业务过失自死罪进行正办 志愿运长台湾报道